做人可以修行成佛 无量无边的地狱到恶鬼到很可怜 你难得做人要把握这个做人的意义 不要把人生的意义定在金钱物质欲望享受 人生的意义要发挥能够利益众生成佛 所以爱自己保护自己 佛陀告诉我们保护自己保护别人保护众生 所以不要让自己受苦 你贪嗔痴你抱怨你会让自己受苦 也不要因为别人而你因为你而受苦 所以不要学习不抱怨 从今天开始每天想一句话 去赞叹你的老公或太太好不好 哇这个难 你每天要想一句话 跟他说什么 互相赞叹 因为你要学 然后慢慢你就去赞叹别人 赞叹别人 赞叹公私的人 赞叹邻居左右 因为你多去 因为佛教很简单 佛陀说为什么众生可以成佛 佛陀不抱怨你 佛陀不惩罚众生 佛陀只告诉你 你可以成佛 我给你一条路 你就是杀人放火下地狱 佛陀都说你可以成佛 所以佛陀用这样子的情况去看众生 这个叫悲心 他永远不会抱怨对方 所以学佛永远不抱怨 只反省自己 检讨自己 第二 不管境界如何 你要去发现他的美 跟善的一面 这就是生命的智慧 什么叫智慧 没烦恼 为什么有烦恼 把别人的缺点耿耿于怀 天天抱怨 所以 这个杯子已经缺一脚缺两脚 没关系 转过来喝这边就好 你千万不要忌惮你挑骨头 永远想对方好的那一面就好了 你要想对方不好的那一面 你可以把你太太马上就离婚了 因为谁都不是佛 但是你要想他 哎哟 我太太替我孝顺 我爸爸妈妈 乃至我太太替我生儿子 乃至我太太帮我准备饭菜 你光想这个就好了 你不能去想到对方的不圆满 那这个就是你不会修行 所以生命的智慧 万法都是佛法 众生皆可成佛 你都要去看到最好的那一面 所以心里不要肮脏 就像苏东坡跟佛印禅师 各位都知道这个故事 他跟那师父比打坐 然后呢 眼睛打开两个对坐嘛 然后呢 苏东坡就问佛印禅师说 师父你看我像什么 哇 你像一尊佛坐在那边 苏东坡就很高兴 然后他师父说 你看我像什么 他师父你像一堆大便 然后苏东坡说 佛印禅师就说 这个很简单 因为你心中有大便 我心中只有佛 苏东坡还是数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心中都觉得 你做人很难得 所以各位你要跟你儿子说 你生下来做一个人 很难得的 这个佛陀说 这个六道里面 能够做人的机会太少了 就像一只千年乌龟 一百年浮出来一次 刚好海中有一块木头 中间有一个洞 它要几百千次 才有那个机会 刚好起来头穿过那个洞 做人一次机会 所以各位要把握人生 不要浪费人生 不要跟着感觉走 追求这些纸醉金迷的东西 要追求人生的意义 第三 一切修行 守从心境平和 柔和深色 和言爱语 开始 注意啊 来 各位用一个最漂亮的脸 跟你隔壁说一下 Hello 你要开始练习 你不要再学佛 不要跟我讲话 我再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你就 你不爱众生怎么修行 你讲很容易很难的 我才不理他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柔和 所以一切修行 心平 外表柔和 讲话好听 要从这个开始修行 但是现在不一样 我是 是佛学博士 然后他就有一副很傲慢的样子 这个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所以这个浅不浅 难不难 难就难在这边 不是文字 文字很容易的 你要去做 第四 与其期待生命中出现贵人 不如先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 所以各位多主动的去帮助别人 现在你帮助不了他 没关系 我为你念观音菩萨 求观音菩萨加持 这样就好了 今天那个人很痛苦 我为你供养一杯水 供水的功德很大 而且更把这杯水布施给众生 功德回向给你 这样就好了 不断的祝福对方 不管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地方 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或不好的人发生 你还是要回向给他 就像昨天报纸说 IS的首领 往生了 来 法会功德 回向IS首领 你要这样回向 哎呦 你怎么敢回向 那是敌人呢 没有 慈悲没有敌人 冤亲平等 好人我们要回向 坏的人更要回向 都是父母 众生平等 所以各位 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就是 我是为了你而来的 我是来服务你的 我们来这个世界 不是要来享受的 我们是要来服务 做众生老母亲的仆人 你要把众生放在你的头上 我要帮助对方 佛是因为服务众生而成佛 成佛更是在服务众生 而不要想要去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 第五 平时就要学习放下 不要让无常逼死你 不得不放下 什么叫无常 一下出去跌断腿了 一下出去死了 这个世间 你经常会听到 我某个同学又死了 无常就是 这个世间唯一的真理 就是一切都会变化 结婚也会变化 做高位的也会变化 健康也会变 生病 有生命都会死亡 这一点你要了解 这个叫放下 什么叫不放下 你不能离开我 我要得到这个位置 我要抓住这个幸福 那你就开始痛苦了 你会很痛苦 你会给对方压力 曾经有女人找我 师父 我老公为什么不爱我 我说他不是不爱你 是你太爱他 爱他 爱跑了 你偏偏烦他 打电话给他 吵他 各位要尊重对方的自由空间 所以佛经说 一个女人嫁给对方 你只有六分之一 做她的情人 要做她妈妈 要做她姐姐 要做她下女 你要帮 你要做很多事情 你不能去要求 时时刻刻做情人 的意思 所以各位要学习 你在执着什么 如果你有执着 你生命就有畏惧点 我怕 我怕变 我怕变老 我怕变穷 我怕变胖 胖多好啊 弥勒菩萨 因为心情最重要 我宁可胖胖的健康 我也不要受受的得癌症 对不对 你要接受自己 所以心情不好 是自己制造了 放下就好 接受它 接受它 不管你生病 接受它 第六 对任何人 任何动物 散发慈心 会滋润你的心灵 带给你许多能量 所以各位要经常 想着动物快乐 人快乐 然后看到任何的众生 就要祝福它 它需要饼干给它饼干 它需要水给它水 它需要赞叹给它赞叹 这个叫修行 我很怕修行 现在有一种修行 我要修法 然后关起门来 他只是 这个还是自我理想 这个不是修行 我要达到我个人的目标 他已经舍弃了众生 这不是真正的修行 这个叫法执 我执着这个法 修行的一切 都是为了服务众生 而不是把自己关起门来 不要吵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念给众生 希望你成为阿弥陀佛 坐在连环 不是念给你自己 不然你就不叫大秤 不行 我规定我要念一万遍 那你这个还是小秤 你不是为众生的 所以各位我想在这一点 像我们刚出家 我们都是读书人 师父都叫我们不要读书 每天都去扫地 每天都去帮人家 还扫地不能扫寺庙 还扫到外面公园 都没面子 以前有钱人 现在做乞丐一样 但是师父就要叫你去服务别人 放下自我 读书对我们来讲是专门的 那是什么困难 不行 你要爱众生 你要柔软心 所以你不能有自我 所以各位要开始去喂流浪狗 喂牛 我常讲澳大利亚 鸟这么多 地上蚂蚁这么多 水里面的鱼这么多 无形的众生更多 随时去帮助他们 什么叫慈 给对方快乐叫慈 你没有慈心不可能有悲心 有些人说我在修悲心 慈就是我很爱他 希望他快乐 所以你才会变成第二步 我不忍他受一点点苦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要从慈心开始修 那修慈心最好的对象 就是说你观想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显现慈心像 笑笑的胖胖的 你要多这样修 第七 真的要为自己好 就要每天在生活中努力行善 为自己累积福德 修行成佛要两个智良 来福德智良 智慧智良 那你福德够了你才会有智慧 福报够了你才可以正如空性 那有了智慧才可以圆满大悲 所以福德圆满智慧圆满才可以成佛 那各位现在要广修善行 你有开车 麻烦你车上摆一点密 刚好窗户打开 摆一点水 甚至 我还是永远劝各位 买这个 喷得远 这里面有很多咒语 都在里面 这样啊 到圣额地方喷一下 飞机上喷一下 哪里都喷一下 所以 观音菩萨的甘露 对你来讲是小小 但是对那些可怜的恶轨道 那个地方有灾难 会净化那个地方 而且你经常在修行 第八 以慈悲善良的心 所引导的身与意运作 皆会带来福乐 幸福安乐 所以各位动机决定一切 用一个利他 叫慈悲 不伤害 的善良的心 所做的 深口意 你只要去造这个善业 那永远快乐 善有善报 所以不要 当你心中有抱怨有恨 赶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赶快观音菩萨 赶快念心经 赶快转念 千万 当你生气的时候不要讲话 一讲话一定离婚 那个时候气话 真要离你还哭死了 所以当你要决定一件事情 念念观音菩萨很平静 在跟他说话 你儿子晚上不写功课 甚至偷了你的钱 甚至去做坏事 你不能马上骂他 你马上拿电话 马上你干嘛干嘛 那母子关系就完了 念念观音菩萨 加持我 我是为了爱他 慈悲 但是我怕我这样话讲得不好 有观音菩萨 加持我来用 讲观音的话 来劝化他 他会接受你的 如果你用对立的语言跟他讲话 或是我比你高 我是你爸爸 我是你妈妈 你怎么可以不听我的 他就离家出走了 你永远有隔阂 所以各位这一点 为什么我们修行人要归三宝 做什么事情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归佛要怎么样 要菩提心 归法要有无我的空性 归身要有大悲心 那我要用这样去跟对方说话 特别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叫修行 第九 时间快到了 修行是点滴的功夫 只想在顺境中修行 永远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 所以各位修行要忍 要有逆境你才会成长 不失 不失 持戒 不失不是为了修福报而已 不失是消除自己对金钱的执着 持戒 就是我不让我自己 对方再怎么伤害我 我都不让我自己去伤害到众生 忍辱 不管对方再怎么骂我 我都不会报复他 所以你透过不失才可以消除你的贪心 透过持戒消除你的伤害 透过忍辱 那可以消除你的惭愧心 所以那我们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净化自己 所以这个世间没有顺境 这个